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就要講一件比較嚴重 為什麼這樣嚴重呢? 這就是一個傳聞 昨晚在各大群組甚至封傳 也有些Youtuber就這件事發表了一些影片去評論 但後來高登陣本來都不想說 因為這些傳聞其實每天 無論在正式的姜濤群組或獨堂群組 周不時會封傳 但這次就有鑑於有傳媒 我們俗稱傳統傳媒的廣泛的報導 所以引來就有很多人的關注 其實這件事最早最早出現在非傳統媒體 在一些TG群組發放出來 高登仔昨晚就很仔細地看回資料的來源 讓大家知道基本上情況內隆虛脈究竟是怎樣的 所以開了這段影片之前記得點擊讚好我這段影片 還有留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都可以 好 那就正式講一下這件新聞 因為其實昨晚都非常熱 各大群組都有講到這件事 如果沒有錯的話 這個新聞就會由星島頭條開始發放出來 然後就有其他媒體去廣傳 我們看看星島頭條怎樣去演繹這個傳聞 就說MIRROR全章缺席所有的音樂頒獎禮 整體的題目都已經嚇人了 因為如果說他缺席所有頒獎典禮 那個影響就真的非常之巨大了 對於香港的樂壇來說應該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影響 還有會有很多人因此而得到利益 或者是損失了利益 一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看這段新聞 一字不漏這樣講一講 今天20天 即是8月20日 網上出現了一段 關於MIRROR今年將缺席所有頒獎典禮的活動消息 然後就括著 收到封 MIRROR今年會缺席所有頒獎典禮 包括戚冊 我最喜愛的組合和男歌手投票 為什麼呢 還是他們有跨年的收賺錢不出席呢 這幾年1月1日 即每年的1月1日 都見到MIRROR他們 那怎麼辦呢 即時就成為Gang粉討論的業話 更有粉絲問消息是否屬實 而消息來源者則表示 有關消息是來自電台的高層 據知MIRROR已向部罰電台發出通知 將不會出席各大頒獎典禮 若然事件術實相信受到最大影響 是商台戚冊頭頒獎典禮 有MIRROR出席的頒獎典禮 通常都會一票難求 同時也吸引很多贊助商 贊助 就單憑這個報道 其實已經出現很大的謬誤 一會兒跟大家說 還有因為就著這個消息 我Gang仔去各大群組 去找一個資料的來源 終於都被我找到一個比較熟實 這個資料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大家就要繼續看這段片 我就會跟大家揭開一個消息來源的真相 就著這宗這樣的新聞 其實剛剛這樣說 其實它的立論很簡單 他就在網上就說封傳這個消息 為什麼他們會說缺席所有音樂頒獎典禮呢 他第一個立論就說 因為Gang仔要出席這個跨年倒數 這個跨年倒數就是通常在12月31日至1月1日的夜晚show 即是12月31日 所以當他出席這個夜晚show的時候 他就不會出席到戚冊 即是他這樣的言論 這樣的表達 但問題上就說 以我們所知 除了戚測樂壇頒獎典禮之外 其實你在於其餘一些 譬如說 新城 甚至在說港台 他們都不是說跨年那段時間做的 都是前後腳這樣做的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立論於MIRROR 是因為要一個跨年的活動 而沒有時間出席這個頒獎典禮 其實是荒謬絕論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說跨年 最多最多就影響一間電視 一間電台的頒獎典禮 我這個就是戚冊 但他現在是說MIRROR 向部分電台 部分電台 真的不止一間 我假設他都跟新城 和港台有說 那 在說其他日子 為什麼不出呢 他又沒有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這個立論已經覺得很奇怪 以及覺得已經是一個 少少亂作 你仔細分析 看剛才那個分析 就知道 有些奇怪 這個像其一 像其二 就是在說 網上有一些言論 有些言論就說了 幾個言論 我一會跟大家說 最後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我的消息來源是怎樣 那麼 他就說了 很多人就集中 其實我想集中於 究竟MIRROR 去不去這個刺冊樂壇 這個才是最終的討論的方向 那麼有些 姜唐 Group 已經遷就這件事 就討論了很多 其中一個論點就是 它說 就算MIRROR 不去這個刺冊樂壇 班長電禮 其實最大影響 都是姜濤 和Anson Lo 或者MIRROR 那個男團的獎項 可能男團獎項 對於姜濤 或者神徒來說 都不是太怕 最怕就是 最受歡迎男歌手 而這個最受歡迎男歌手是在說 他有一個言論 他說最受歡迎男歌手不去 都是靠現場投舞衝突 所以都要去叱測樂壇投票 其實意思呢 如果我們只要叱測樂壇 每年那個男歌手的玩法 就是要靠現場投票 就是說你都要入場投票 所以這個立論 就是有些姜濤的立論 就算MIRROR在前提下不去 就包括姜濤 但是都要靠姜濤 或者是靠神徒 神徒group都有說這件事 靠他們兩個要去現場投票 投得最多一個才可以做男歌手 所以這個現場投票 一定是叱測樂壇裏面 這個投票成份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基本上 MIRROR出不出席呢 姜濤和神徒都會去現場 為了爭這個男歌手 這個獎項而出席 所以可能對於戚測來講 在這個日場數字裏面 沒有影響 但是又記住一件事 以往戚測樂壇那個頒獎典禮 要收很多賺助的費用 而這些賺助費用 就依賴於究竟有多少歌手出席頒獎典禮 那叱測或者商台才可以銷售給別人 究竟我這個頒獎典禮 有多陣容頂盛 可以下多少資助、廣告 所以如果說真的 就算姜濤和神徒會爭票 爭票一票難夠 去出席這個演唱會 但是最終如果你是一個贊助商 譬如這樣說 沒有MIRROR 甚至覺得沒有姜濤 沒有姜濤出席 那可能收市會大跌 咦?我們要回去跟公司老闆聊一下 我們今年贊助是怎樣 可能以往 可能以往我舉個例子 可能以往 麥當勞會贊助 我不知道 亂說而已 麥當勞會贊助 以往可能贊助 不知道多少錢 那今年 咦? 姜濤是我們麥當勞叔叔之家的代言人 他又不出席 似乎有些關係有些什麼問題 我回去跟麥當勞叔叔談談 今年那個贊助看看如何 這個可能在商業考慮會更加嚴重 另一個立論就有一些僵堂就說 可能行內不想再被鏡子玩完 這個不成立的 我跟大家說了 這個是不成立的 我先講一個結論給大家聽 我不排除有人 或者有一些其他非MCAVIL的公司 就真的想在這個市道 瓜分MIRROR 甚至瓜分姜濤的小餅 因為今年其實MIRROR的勢子 是非常之強盛 特別以姜濤 因為姜濤的個人演唱會剛剛完結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世台是多麼強勁 很多人欣賞 很多人想去看 所以有公司覺得 要瓜分這個利益並不容易 但是問題上 是不是行內人不想被鏡子玩呢 就算行內人 譬如我在說 大家最近議論得最多 我就當MC 就當MC跟他自己的公司說 說你們要做點事 不要給MIRROR整天立了獎項 今年我要做最受歡迎藍波手 就是在各大獎項 刺測也好 什麼都好 就算MC是這樣想 就算他的公司是這樣想 但問題上 贊助商不是這樣想嘛 就是剛剛那個前提就是 如果刺測樂壇 發現 譬如可能MC的公司跟刺測樂壇 你今年不要再頒獎給MIRROR 搞不定 你好比MC 近來一些網民就經常在這裡吹 特別姜濤group裡面覺得MC可能 拿今年刺測樂壇的最受歡迎藍波手 神圖那邊都是 神圖group那邊都在這裡存在了 那 縱使退一萬步 真的有這樣去刺測樂壇表達 但我相信刺測樂壇都不會去就範 因為 刺測樂壇頒獎點最終他都要講求一個利益 和一個資助 他都要衡量和計算 今年 姜濤的勢 多麼強勁 你不要計MIRROR 只計姜濤的勢 你如果不給一個最佳藍波手 而給其他人的話 贊助商會怎樣想呢 譬如如果我是學學樂公司 喂 大哥 我今年用了多少時間 多少宣傳費去投資在姜濤身上 我連歌無可取代 都給姜濤唱了 你今年刺測樂壇說請不到MIRROR來 請不到姜濤來 我可樂我真的要檢視一下我對於刺測樂壇頒獎點有個資助 別人會這樣想的嘛 別人會在一個資助的項目上會減的嘛 所以我想這個世界上我很肯定在說 最不想 最不想 MIRROR缺席那個 一定是刺測樂壇 或者是 說 什麼看見都不想這樣 因為 這樣兩邊都會損害很大利益的嘛 甚至是說 就算是其他的 叫做歌手或者樂壇先生 喂 你想一下 如果MIRROR不去不出席的話 我這個頒獎典禮肯定信息不少 就算他得到獎 都沒有別人說那麼多 如果說 我假設 如果說MIRROR出席 我正在說 例如可能MIRROR12點出席 但最終那個男歌手扳了給MC 喂 那個鏡頭刮下去 MC一得獎一刻 刮下去姜濤和Anson Law 我的臉口那裏 可能都已經引起話題了 所以如果作為MC來講 喂 我獲不獎和MIRROR出不出席 是兩回事 但如果我是MC的話 我幾大都叫公司 一定要MIRROR出席 我獲不獲得獎也好 都是有一個話題性 是吧 我話題性而已 我不一定要獲獎 還有 大家都知道 獲得獎 和賺不賺到錢 其實現今這個世代 這個樂壇 這個娛樂圈 其實關係 就已經是平不高的了 這樣 所以你說 有行內人不想被鏡頭玩了 可能有部份人敢想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 宏觀的角度 去看所有的娛樂公司 和一些 即 考慮到一個大為利益的歌手 或者娛樂圈中人 肯定不會是這樣想 所以這個只是姜濤 其中一些群組的想法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這樣的狀態 好了 接著 有網友也都說了 他說 MC 剛剛我所說 為什麼我經常推到MC 因為實在太多消息 是源自MC 他說MC今年有個訪問 都說 朝著最 最 受歡迎男歌手 和最佳歌曲為目標 這樣 這樣 所以 就這樣說 也有一個傳聞 就說 雙台 我的群組就這樣說 雙台 是不到沒有獎的 你看看張敬軒 一個獎都沒有 可能就被MC 就會拿的 這件事 又是不盡不實的 因為我們翻查紀錄 雙台 是不是一定 你不到 是不是一定是沒有獎給你 又不是的 我們看回這麼多年 雙台 903 頒獎典禮 他是有頒獎給一些 現場來不到的人 是不是 我就說一個 很簡單 最近的例子 是不是 說說Raymond 是不是 我現在去了英國 雙台給了獎 朱薰 前幾個星期 朱薰整家人去旅行 特意去到英國 頒獎給Raymond 是不是 這個已經是最佳例證了 所以有時候 在那些 討論區 或者那些網民 自己亂說 我高登仔就告訴你 事實並不敢 所以我退一萬步說 就算 如果今年 MIRROR假設不去的話 對於那個頒獎典禮 因為有一個先例 是不是 有一個先例就是 你不去也都可以頒獎給你 即是說 就算我是MC的話 喂 姜濤就算不出席這個頒獎典禮 都有可能 那些藍歌手 都是給姜濤都不頂 是不是 只要MIRROR有個說法 說 為什麼去不了 出席不了 這樣已經是可以了 所以有些網民有時候就真的很有趣了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做姜濤的話 真的要 要看回事實 是不是 商台並不是因為 你不出席業沒有獎 是不是 很多人就誤會了 很多人反而 其實事實可能是在說 商台一早已經算好分 算好分 然後就說 姜濤今年有獎啊 姜濤記住 記住 記住你出席 來這個頒獎典禮啊 這樣 可能才是這樣 或者可能其他歌手 可能他反而是反過來 你有 你有獎啊 記住出席 那些嘉賓才出席 所以 其實可能 根本就不關出不出席事 如果根據以往的慣例 就算你不出席都有獎 只不過是 即是商台免費 即是 給那麼多 即是宣佈了你得獎 但你又不看下面 那就 就不是多好 全部獎 但他說 幾個獎呢 我想商台其實 沒什麼所謂的 你不到我就照頒給你 其實以往那個 事實比例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呢 有 網友 CAP了一個圖 給我了 就說 當中有人發覺 在一些TG Group裏面 找到今次這一宗 傳聞真相 的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相 只不過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等大家去了解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有一個 在IG那裏留言 就說 今晚在一個MIRROR的TG Group 哥登仔都在這個TG Group裏面 有一個人 第一次在group那裏發現 即是說新加入group 或者是可能加入group 很久沒 說過的話 第一次發現 就說 自己收到封 鏡仔就會缺席 那個頒獎典禮 是吧 並 自己即是說那個發言人 質疑鏡仔為了錢而缺席 又說自己認識這個電台的高層 那個group裏面 就沒有人相信這件事 根本上就批評這個是亂作的 但是呢 在這個人發表了這個言論之後 不夠半個小時就有垃圾傳媒出報道 這個他講的 極度懷疑根本是 間傳媒 自編自導自演 派人入group 自說自話 再作新聞 OK 我的劇圖就是這樣說 有一個叫做 蕭邦 蕭邦 這樣的發言 這樣 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這些字編自導的東西 不可以說沒有 但是 問題上 今時今日的 傳統傳媒 我想他在講這個垃圾傳媒 應該在講星島 他就 懷疑 就有人 派過人 在TGV 說話 然後就著這些言論 作單新聞出來 去做這件事 其實老實說一句 我們有 這個發言 我又覺得 實在太過 體重現在的傳統傳媒 老實說一句 我們根據以往 有這麼多這樣的 經驗 或者慣例 其實就算他不派人 進去這些 TG Group 說這些 他都可以亂作的 是不是 可以亂作的 他說 某論壇 聽過 這樣 其實都不實質 都不需要 這樣的情況 是吧 即 他不跟 Gordon Gordon 當然是 因為這些 Group 就是太多 基本上很多人 亂說 每一天亂說 根本上很多人說 是不是 其實這些言論 不是 不是這兩晚發生的 其實 以往幾個月之前 都不斷 有些TG Group 有些姜濤 Group 有些神徒 Group 已經有說 MIRROR不會出席 甚至是 姜濤 或者Anson Lo 都不會出席 都不出席 其實 周而復始 都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因為 其實這些 這些言論傳聞 間中都會出現 只不過是 你究竟為何這個傳聞 會出現 譬如說回一個簡單的例子 之前我不是說到 其實 姜濤那單緋聞 跟Lidia那個緋聞 根本上是幾個月前 仍然有人在TG Group那裏說 說爆料 但是那時候也沒有人信 只不過是後來的傳媒 拿出來 去炒作或者報導 其實這些 老實說一句 這些傳統傳媒 根本不需要大廢周章 去派人進去 這些 Group 說這些 因為 根本這些事 每一天 每一個小時 每一秒 在不同的 Group 亦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告訴你 更加多的說法 更加誇張 譬如 譬如有一個 有一個 Group 說 姜濤 因為開演唱會 壓力太大脫髮 也有說 但是這些真是荒謬絕倫 你只看他演唱會 那些頭髮真到爆 已經知道 這些是吹水不壓罪 那這些又怎樣呢 難道那些傳媒傳媒 有拿出來報嗎 因為這些吹水 或者這些話題 在網上實在太多了 你根本不需要派人進去說這些 我真的退十步 不要說退一萬步 假設真的有傳媒派人進去 TG Group 說這些 為甚麼 為甚麼目的 因為其實有更加多爆的新聞可以說的 更加多爆的新聞可以說的 你犯不著是講MIRROR 出不出席 其實 這些東西其實都沒甚麼人理的 說真的 MIRROR 基本上你出不出席 都是給他 以今年MIRROR的勢 特別姜濤的勢 是吧 反不著派人進去TG Group 特意又要post這些東西 又要去回應 接著就抽這些東西出來去報道 根本就不需要那麼多次一句 是吧 我覺得 你根本多次一句 根本就太多東西可以說 是吧 你講其他東西都行 是吧 根本不需要說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自己不覺得是這樣 好了 我剛剛就說了 退十步才算 我假設真的有傳媒 真的去 去 去真是派人進去講這些 為甚麼這樣 兩個目標 一來 就是 這間傳媒真是堅收到 MIRROR不會出席今年的任何頒獎典禮 但是 他就沒辦法 去將這個消息引述 出來 因為可能這個消息是堅得不得的 可能是花姐告訴他也不頂 但他不可以說花姐講 如果不是以後花姐不會講給他 他就派人進去 一個TG公司在那裏爆料 跟著就說是 經由這些網上得到消息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定得高 因為如果我是星島 我是星島 我是星島 我就真的是 完全立刻說 我收到這個 有關人士的消息 就說MIRROR今年不會出席任何的頒獎典禮 喂 這個消息還爆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引用這些 姜濤姑 或者獨棠姑 或者TG姑 這些東西出現 所以 這個根本是不成事 所以 你問 最後 高登仔 怎樣分析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根本 就是有人 或者是那個網民 我覺得不是記者 是有網民亂說的 看到亂說的 因為這些周而復次都有 然後亂說 然後可能升到那些記者 又看到 在群組裏面 有人說到這些東西 近來 姜濤又開演唱會 好像沒有什麼報 倒不如說一下這些東西 可能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 究竟是不是真 還是假 只不過是有群組裏面說的 這些東西 這樣就報了 我覺得 這樣的情況居多 至於你說 是不是MIRROR不會出席 我覺得 乘數機會就不大 今天我就 在這裡 預計 因為如果 MIRROR不出席 其實對於 不單是MIRROR受影響 其實 對於他的 競爭對手 或者合作夥伴 一樣都很多 影響出現 所以我自己覺得 MIRROR 是會出席各大 頒獎典禮 還有現在都言之上 都是8月中的 大把時間的考證 這麼快傳出這些 純粹我覺得是 報章可能在群組裏看到 有這樣的情況 那倒不如 說一下 反正近來沒有新聞 有些娛樂新聞 又沒有什麼 就這樣 我覺得 分析就是這樣 看看 高登仔這次的分析 又對不對 記住留著這段影片 到時候 翻炒 到底我錯也好 對也好 大家 可以到時候 去 引證一下 高登仔的分析 對不對 好嗎 就是這樣 就這樣啦